赶快来请教现场资深分析师曾焕文 开门好 明日午安大家午安 开门怎么解读呢 涨多拉回的个股拉回 到底可不可以找一个适格的买点呢 尤其是这个礼拜盘面交投的热点 2337的旺宏 旺宏在这个礼拜减资后 重新恢复交易 短短三天 他的股价就已经大涨了 快要有三成了 两根涨停在昨天呢 也是继续的创高逼近涨停的价位 外资首度把旺宏纳入到研究范围 还把他的目标价调到五字头 可是呢经过了三天的急涨 旺宏还有华邦店 今天都稍微出现了喜果的现象 还有刚刚扫到有很多个股涨多拉回 包含2313的华通 今天也往下在压 怎么观察这些涨多拉回 但是产业前景的后续题材 还是偏多的个股 好这个涨多拉回的个股 基本上呢大家仔细看一下 里面基本上光学族群占的最多 我们把画面让大家看最清楚 光学族群的是最多 包括像是佳能 像亚太 像是这个金国光 华金科 甚至这个3362的先进光 都属于涨多拉回的 我觉得以光学族群来讲的话 当然它是这一波市场上 最容易聚集人气的部分 像这些个股 基本上你如果已经空手的人 我当然不建议你现在去做 但是如果你又比较喜欢做 这种当冲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 大家也许可以参考 就是如果这张股票 基本上它在收盘价之前 它如果重新站上最近三日的高点的话 我觉得就表示它短线上 应该还有再机会往上冲 我举一张股票做例子 像刚刚提到2313的滑通 虽然滑通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说它的这个我们从年初就讲说 它的业绩是订单满到年底 当然股价是一路往上涨 像这样股票怎么做操作呢 你仔细看 其实从今年一月份以来 它只要收盘价重新站上 近三日的高点之后 短线上都会还有高点 所以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式 就是说如果多头强势股票 就是重新站上三日高 但是什么时候要卖掉 如果它短线上跌破三日低点的话 我觉得你就可以短线上先出 等它重新再站回三日 三根黑黑棒的高点之后 再进场会比较好 另外你刚刚提到像2337的望虹 望虹比较麻烦是因为他减资之后 他现在K线只有三根 所以这种很难做 应该说四根 很难做一个判断 所以我觉得虽然外资 这个麦格里把他的目标价 调高到54块钱左右 那一样我觉得他接下来 应该会进入一个整理期 最好是进入整理期之后 然后配合量说 那一样 如果他又可以重新站上 这个三根黑黑棒的 三根K棒的高点之后 我觉得在进场胜算会比较高 另外还包括最近很强的被动元件 也一样像华兴科 以这个极短线来看的话 这次涨幅有点大 从60块钱涨到74块钱 涨了两成多 那一样现在开始做一个拉回 同样我觉得第一个 他一样要重新整理 然后再站上三日新高之后 再进场会比较好 所以短线来讲我觉得 你如果找的都是强势族群的话 如果没有重新站上三日高 你就先忍耐 不要急着进场 要不然你很容易短线上会 粘在金钱 这个资金会粘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跌破三日的这个低点的话 基本上我建议就要先停损 因为有时候跌破三日低之后 可能会一波拉回很明显 甚至从这个多头格局 变成回测月线甚至季线 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 所以简单来讲 如果是强势族群的话 就是记得站上三日高 再重新进场 好就是Kevin刚刚给大家讲 多拉回股的一个建议跟观察 指数在刚刚一度是出现了上下翻黑 主要是台子旗 在刚刚呢11点20分过后 出现了一小波的往下跳水下压 台子旗的涨幅收敛 也拖累了大盘指数 目前是回测到平盘的 那4721的美琪马在肩盘中呢 创高之后 开始出现了往下波动的一个震荡了 分盘交易的情况之下 今天美琪马在攻高 但是呢已经在高档留下了一根黑K棒 不过今天盘面上 还是有很多强势果 它是跟电动车 跟车用电子是有相关的 除了352的同志之外 3665的茂莲 今天股价是创下了波段新高 1536的核大 今天股价呢 也站上了季线的位置 车用电子在发动 还有刚刚讲到的宣德 因为传出呢 他攜手力讯 可能攻入到Tesla供应链 所以目前呢市场是不是又一部分的资金 开始去压住即将要登场的法兰克福车展呢 9月14号就是德国法兰克福车展要登场了 今年法兰克福车展的两大重点 一个呢就是人工智慧应用在自动驾驶车的部分 另外一块呢就是有好多的车商 要在法兰克福车展上 秀出他们全新的电动车 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Tesla的股价 因为今天大家都只关注到 苹果的股价昨天又创历史新高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Tesla股价 其实呢在昨天 它也是呈现大涨的一个走势 那近期呢是稍微压回整理 可是我们看昨天Tesla的江波走势图 它是开平之后 一路的往上越走越高 收盘大涨快要有1.7%的一个幅度 所以市场似乎已经有一点期待 法兰克福车展又会让大家看到 汽车产业未来黑科技的全新视野 因为已经有相关的消息 在陆陆续续释出了 Honda呢今年打算要在法兰克福车展 推出他们全新的电动车 这张图片呢是它最新释出的 你可以看到它说 目前的充电已经充饱八成了 Honda要进军到电动车市场当中了 那包含了Mini Cooper 也释出了它最新的纯电动车的照片 那也是抢在法兰克福车展之前 要先让市场上关注在这一块 它的纯电动车呢预计会在2019 也就是两年之后来进行量产 那现在推电动车推的最积极的 以国家政策来看 应该开宣是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个礼拜 宣布了一个新的政策 你未来所有新建筑的停车场里面 你必须要盖充电设施 你一定要在你的新建筑停车场里面 必须要有充电的设备充电桩等等 所以看到大陆狂推电动车 法兰克福车展也要推很多新款的电动车 趋势还是站在这个地方 面对今天盘中 尽管刚刚看到了 包含了康普跟美琪马 又出现了下压 锂电池在高档震荡加剧 但是呢顺侧还是在力拱 电动车相关的一个短线布局策略 你会怎么建议呢 好这个最近电动车相关锂电池个股 真的非常强 虽然这个马琪马 这个美琪马今天往上冲做一个拉回 但是大家看K线很明显 他目前还今天还是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 而且他越涨这个量越缩 基本上呢 代表是什么 代表这个产业基本上 大家认同度是比较高的 另外像4739的康普也同样 今天虽然也是做一个拉回 但是呢也是先创新高才做拉回 代表这一个多头的格局 至少目前看来还是没有做一个改变 那为什么最近这个锂电池相关的概念股 这么会涨 大家想说市场上也没有看到很多的电动车 都在车 在马路上跑 为什么锂电池相关概念股一直涨 就像明乐刚讲 其实还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需求 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个工信部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有一份文 我相信大家都没有注意 这是什么文 我来看一下 他规定很多的这个汽车 这个汽车制造厂商 基本上现在要实施双积分 什么叫双积分呢 就简单来讲 你如果只是原本卖汽油车的好了 然后你的这个销售量呢 未来如果你没有搭配的电动车一起销售的话呢 你汽车销售量的这个额度呢 会被压低 就是说你不能只存卖汽油车 一定要搭配卖电动车 那你如果只卖电动车的人呢 你可以把这电动车卖出去的数量换成积分 换成积分之后呢 第一个你可以卖给原本没有卖电动车的这些传统的这些汽车商 所以呢 现在大家做法就是说 我若要卖汽车的话呢 我就要搭配卖电动车 那卖电动车的人呢 又可以把积分卖给原本卖汽油车的人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 这种双积分的制度 才让最近呢 中国大陆现在在推动电动车的部分呢 这个如火如荼 就连国外的厂商一样 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外厂商 要跟中国大陆的汽车做连结 因为呢 它里面有一条还规定 就是说如果呢 你的这个关系系里面呢 有卖电动车的话 他卖电动车的额度呢 你也可以一起使用 所以现在很多大 这个国外的汽车厂商 跟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厂商 做结合的原因在这地方 他要的是这个积分 所以光这个原因呢 就让最近我们一直讲的 新能源汽车里面 有五大原材料 拿五大原材料 让大家再看一次 有碳酸礼 有沽矿 我们看这个资料的部分 有碳酸礼 有沽矿 铜箔 稀土跟硫酸涅 那这里面的概念股 我相信大家耳熟能详 我讲过很多次 我们看下一页 沽矿的概念股 当然就是美琪玛 美琪玛呢 今年涨幅2.7倍 硫酸涅的康普呢 今年涨幅1.6倍 另外稀土概念股的 这个现仓化 涨幅是1.2倍 那铜箔的金居呢 涨幅是多少 涨幅是51% 另外呢 电解液的聚合6509 它的涨幅 今年的涨幅只有13% 就像刚刚前面 涂老师讲的 其实呢 就是这就是一个扩散效应 当美琪玛涨了2.7倍 今天开高拉回 康普涨了1.6倍 信仓化稀土的 涨了1.2倍 连铜箔也涨了51% 聚合只涨了13% 我觉得光就股价位置来讲 它是非常非常低估的 而且铜箔部分 之前跟大家讲到 包括1609的大雅 1603的华电 他们低价库存的铜箔 都占它的股本 将超过五成 来到53% 所以为什么今天1603的华电 今天一根涨停板 我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 1609的大雅 更早之前介绍过 今天也准备要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刚刚就比较 效应来讲的话 我觉得6509 具合大家可以留意 而且我去查一下 最近这个礼拜 大家知道整个中国大陆 整个相关锂电池供应链 里面什么样的材料涨最多 我们看下一张 统计8月18号到8月15号 这一周 电解链 链的部分涨了将近8% 球化石墓是属于负极材料的部分 涨了28% 就一个礼拜的时间 另外有一个叫六伏磷酸链 它是做什么 它是电解液里面的添加物 它涨幅是13%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硫酸链也涨了 其他的正极负极材料也涨的话 我觉得电解液中国大陆的相关的电解液添加物的报价都还在涨 所以我觉得聚合还是很有机会 那聚合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告过 我们看下一张 他是中国大陆前三大的电解液供应商 那重点还有一个 中国大陆最近对于环保的稽查力度非常非常的 没错 非常非常的重 待会跟大家介绍有什么样的商机 聚合他们刚刚通过环瓶 这个环瓶的生产线 光这个环瓶生产线 他就花了三亿 因为聚合是一个非常这个务实的公司 他就对 他宁愿花三亿来做这一个环瓶 很简单 因为下一个就会让大家知道 到底环瓶没过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那目前呢 中国大陆前四大的电解液 这个配方的厂商都是聚合的客户 那聚合今年第二季的获利0.19 也创下近四季新高 所以这个扩散效应下去的话 我觉得聚合股价还是有机会会越电越高 官员可以做个参考 好 柯柯你刚刚讲到 这个电池相关的一个上游原料 现在可能出现一点资金 悄悄板效应了 涨多的康普跟美其马在下 但是还是有一些 他现在的位阶相对是比较低的 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 悄悄板的效应此消彼长 那你刚刚讲到另外一个重点 他会创造另外一个商机 就是中国大陆非常严格的环保机查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画面 这是最近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央环保机查组 进驻到山东 导致山东省微方市开始实施非常严格的分类整改 所谓的整改呢 我就是要整顿你改造你 他一边监督一边改 他是系统有序的来推进这样的一个环保督查的工作 该取缔的就坚决一律取缔 该有序整改的就要分步骤来抓整改 我们来看一下 微方寒平区的本信力依然有限公司 前段时间因为非法排放污水 当地政府和执法部门对其采取断水断电平常措施 公安部门对公司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 分别给予治安居留15天 环保部门对企业发款10万元 我认为环保对中国的奖励的时候肯定是个合适 而且就像目前来说是就进行正改也算是合适 我们这种行业全世界也是西洋行业勉励生计 好刚刚看到是山东有一家做染料的工厂遭到整改 你不整改就得要关厂就要倒闭了 那包含了围城区还有一家做这个装饰材料的加工厂 它的生产的产品有噪音有粉尘被民众举报 结果这个工厂在第一时间就被下令你要关停要清理 那村民就很满意说整的很彻底很到位 我们住的地方终于觉得空气新鲜了 没有噪音了 另外连养鸭厂也因为养殖污水跟异味的污染 导致当地的居民不满 所以呢在环保部门迅速处理的同时还举一反三 针对周边其他不符合规定的养鸭厂养猪场 还有车库通通都做了集中处理 所以我们看到大陆在做这样的一个环保督察 是非常雷厉风行的 今天有一档个股呢 它是创下了一年多来的大量盘中抢索涨停171的永光 永光它就是做染料的 我们刚刚看到了大陆在严格的击查 这些不合格不环保的工厂 那会导致工厂关厂之后 报价就会受到影响 就会缺货就会上涨 那染料工厂这么多倒闭了之后 染料的价格有没有可能受到激励 供给会不会减少呢 因为永光它在苏州也有厂 它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 在盘中是亮灯涨停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陆现在是怎么做的呢 检查停产整改 你不改善你不涨价 你是不是就得要倒闭不可呢 厦门的金砖峰会 即将要在9月3号登场了 那他们现在呢不管是什么会 我都希望在会议期间 我可以看到窗外有蓝天 那包含了广东跟福建的水泥 都要在这段期间暂停采矿 官方已经下了进诈令了 所以台泥现在很紧张 赶快先拉货备料 那国产在下个月的水泥出货 也会因此减少两成以上 天津的全运会在月底已经登场了 全运会呢要一直举办到9月8号 在全运会的期间 整个天津市有80几家的企业 都要下限牌令 就是你的污染牌坊 必须要减缩到最低 包含了电动车工厂 还有电动车的零组建厂 你全部都要配合我的全运会 要放假一周 那现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跟山东 有6个省都要联手展开 秋冬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 这个行动期间很强哦 它是从10月份 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 那最近呢就有单洋的电动车 烤漆厂遭到查封面临倒闭 还有包含了有山东的太阳能厂 也被限电断网或者是呢限时拆除 所以这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大陆有很多的网民 他们就在这个他们的这个网路上呢 来进我们来看下一张 大陆很多网民就开始来进行讨论 这是阿里巴巴的乙商会友的论坛 他说公司呢 他来上班第5个月了 结果现在环保机查这么严 都接不到订单没事做 涨价有很多客户看到涨价就不买了 那下面就有人说 这一波的环保机查 可能要刷掉一大批的中小企业 最关键的在下面这一句 有网友就跳出来说 你们现在没有订单做 可是我们现在做环保工程的忙死了 所以看到有数千工厂关停 老板要跑路 但是在做环保改善的却忙死了 所以Kevin商机是不是就在这里 对 其实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讲 人民日报在礼拜六的时候 有提到中国史上最强的环保机查 即将登场 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是1787的福音科 我们看K线到今天 还创下一个波段新高 因为他也是做这个染疹相关的 但重点这个环保机查 基本上现在不断的蔓延下去 其实我一直在追这个新闻 刚刚你提到说像永光 像还有1787的福音科之外 像8390的金益顶 基本上这种做这个废金属回收的话 最近股价也很强 你发觉很奇怪 为什么只要跟环保有关的 最近股价都特别强 另外大家可能也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下午有一个新闻 他直接提到台商要特别注意 因为中央环保计查组要在江苏开查 在这次的重点在哪里 在苏州跟无锡 我说我一直在追这个新闻 我终于追到有一家公司 在台湾的上税公司 我单不方便讲是哪一家 一家PCB厂 他们在江苏厂因为环保机查的关系 苏州厂因为环保机查的关系 他们已经接到通知可能要关厂 因为他们说空气污染没有过 废水处理也没有过 所以他们自己评估之后 从复工到改善之后 大概要花四亿左右的金额 而且时间大概要花三到六个月 所以他们算算觉得好像划不来 所以有可能要马上就关厂 可是关厂的话怎么办 会有资遣费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环保机查 非常非常的可怕 另外下一张我们今天报纸也看到 包括连太阳能的相关的公司 也要做环保机查 但是不是叫你去买太阳能股 而是你要去注意 跟中国相关的这种环保概念股 其实大家可以特别留意是 8473的三菱水 因为三菱水我们知道 他最大的卖点是跟中国大陆 这个北京最大的国企 北控集团合作 那之前已经拿到在中国云南 相关的这个水处理的部分 那现在在中国的昆明机场的污水处理案 也有可能会拿到 那他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基本上都是呈现获利的情况 那同样的股价位接一样 非常非常的低 我觉得中国到这一波 史上最强的环保机查 这些环保概念股 应该有机会一棒接一棒 关回做个参考 好时间关系 要先请教客人 想到这边 不过后续关于中国大陆的环保机查 还会带来哪些影响 哪些商机 我们都会持续在盘中 帮大家来进行追踪了